星戰迷們 你還記得你的上一個經典難忘的星戰遊戲體驗嗎 星戰迷們 雖然幾乎每年都有星際大戰的遊戲問世 但都還是滿足不了粉絲們的殷切期待 期待哪天能夠再有一款高潮疊起的史詩冒險遊戲 日前 EA 在美國芝加哥的星際大戰慶祝會中正式公開 由泰坦降臨系列與Apex 英雄背後的Respawn 團隊開發 第三人稱動作冒險遊戲《星際大戰絕地》組織殞落 預定在今年11月15日推出 玩法標榜創新的光劍戰鬥系統 充斥著豐富的動作要素和原力技能 依反大家的猜測 EA 強調這款作品將只有單機模式 無為交易系統 全力投入劇情鋪陳和戰鬥要素 你是否燃起了一絲曙光乍線的悸動呢 遊戲設定在《星際大戰》三部曲 西斯大帝的復仇的66號命令之後 共和國轉型成帝國集權 原力使用著英律格殺勿論的時空中 主角凱爾·克提斯 因為不小心展露了原力而被全面追殺 他必須在沒有人能夠相信的情況下 低調求生存 完成絕地訓練 並鋪下重建絕地組織的基礎 這樣動作冒險的玩法 是不是讓老玩家們想起了10年前那款經典的 《原力解放2》 心中那股想要揮舞光劍的熱血 又蠢蠢欲動囉